我們來回頭看那個AI 剛剛這個 慕懷特別提到AI 因為這個禮拜麗也說 現在這個大家AI都在佈局 誰慢就game over 那AI行情最近看得到 也是開始動了起來 雖然今天殺蠻大的 但包括廣達 這個尾盤感覺是守在那邊 AI股現在可以刺激先佈局了嗎 我覺得可以 你可以看到AI股 其實它在這一波 股市的相對弱勢裡面 它其實是相對強勢的 譬如說剛剛慶怡講說 廣達早盤開低 但是尾盤還翻紅 對不對 還收到平盤之上 你看到金像電也是一樣 收到平盤之上 你看到這個機殼的最強了 像是銀廣是亮燈漲停盤 一開盤就亮燈漲停盤到現在 然後像續品 這種比較中低價的機殼股 是最近當紅的 那中高價的機殼股有沒有弱 沒有啊 銀邦也很強啊 它是站在所有均線之上啊 只是差一點股價 還沒創新高而已 秦城這些 你會發現他們其實還是維持 一個多方格局的態勢 我有這個圖給各位看 所以我把AI概念股 分成四大類 從最強到相對弱的排序 給大家參考一下 最強最強 現在目前整個牌面上最強的 基本上就是這個機殼股 機殼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當然銀邦就是這個機殼 機殼裡面最強的嘛 那中低價最近就是什麼 銀廣啊 續品啊 這些比較強 那另外呢 秦城也不弱啦 你可以看到秦城 秦城算是中價位的 這個機殼概念 你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是一個多方格局 它其實還是一個多方 只是說沒有創新高 跟大盤比起來 有沒有相對比較強 強太多了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用大盤來比較 那第二類相對強的呢 就是散熱 最近不是講蘋果的手機 會發熱叫火龍果嗎 那你有沒有想到說 手機會發熱 是代表現在的這個 進入到3奈米之後 哇 很多那個城市進來之後呢 它那個晶片運行的速度非常快 再加上什麼鈦金屬機殼 不容易散熱等等 然後它好像要做比較薄 所以散熱沒有加強 基本上呢 蘋果解釋說呢 是因為他們的這個 iOS的問題 iOS17的問題 說我這個重新 重新讓你這個城市 這個重新再做 做一次download之後就會好 但是試試看嘛 到底我沒好 它要怎麼解釋 所以我是覺得 散熱還是一個 大家未來關注 尤其是明年 這個NVIDIA晶片要從H100變到B100 B100那是更 散熱是更要加強的 所以你發現像齊鴻 雖然雙鴻今天比較弱 但你會發現它其實也是一樣 疊下去之後很快拉上來 它還沒有撕掉一個多方主控權 所以這個散熱是第二 第三是什麼 第三呢就是PCB的部分 你發現台光電 它還是一個掉下去又拉上來 你要發現像台藥 它基本上還是維持在一個多方格局 所以第三強呢是PCB 就是有關AI的PCB 不管中高價的 第四是什麼 就你剛剛所講的 墜落的就是廣達偽創 墜落這個伺服器相關 你有沒有發現廣達偽創雖然墜落 但是呢人家也沒在破底啦 所以這個AI相關的四大類 墜落的沒有在破底 然後強的已經幾乎要去創新高 譬如說你看PCB裡面的 金像電是不是在創新高 它的股價是這個禮拜 達到最高233塊是創歷史新高的 所以這就是有意義了 代表AI真的慢慢動起來了 對 所以我覺得呢 您剛剛的問題 我是為什麼回答是圈 我認為呢 在盤面上面可用之兵不多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特別注意AI 尤其是什麼 我剛剛講那四大類 是比較偏向這個硬體的部分 晶片我還沒有講 大家可以看到晶片的部分 像是這個世新KY創意 因為現在的伺服器是訓練型的 明年會進入到Inference Inference就是所謂的推論型 推論型之後呢 各家企業他們會要更多的 量身制定的AI晶片 不是去買那個H100 A100 揮達的這些GPU 因為那一些都已經添購了嘛 未來我要進入到推論 我要進入到實際運用上面 他們就必須要Asset 就量身制定的部分 所以明年開始我認為未來三年 Asset大量的放量 所以大量放量你就看到 智源啦 創意啦 世新KY 為什麼他們的股價姿態那麼強 就是這個道理 甚至威盛 你可以看到愛股 為什麼他們那麼強 為什麼IC設計那麼強 為什麼聯發科這麼強 聯發科股價今天還漲呢 開低之後很快翻紅 它是帶動大盤 直穩很重要一檔股票 為什麼 因為聯發科也進入到AI晶片 所以這些我認為在IC設計上面 是絕對的可用之兵 再配合了我剛剛講那四大類 只要這五個 它沒有全面一起重挫的話 我不認為大盤會崩到哪裡去啦 應該這樣講 大盤雖然弱勢 但是也不至於崩到哪裡去 但是看盤重點在哪裡 萬一哪一天 你看到這五大類股 全面的一次性的完全轉落 包括像是我剛剛講那些高價IC設計 然後包括這些全部大跌的話 你要小心這個盤就守不住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點 OK 好 算是希望是危機 恐怕也是這個 這個到時候的胸肌的所在 所以大家要關注一下 好 這個曲播會想問一下 AI這個你怎麼看 因為包括我們大家說 最近這個美國也受到大影響 這個美國要對這個中國的IG 這個AI要開始涉嫌了 這個會有影響嗎 會有影響啦 但是影響不會很明顯 主要還是重點 明後年的人工智慧 這個市場的需求 是一定會起來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深層型的人工智慧 這個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人工智慧分兩類 一類就是所謂的 決策式的人工智慧 就是我訓練出一個模型之後 利用這個模型來判斷 或者決策 譬如說自動駕駛 這一種 那是過去已經炒熱過一波 但是這一次需求的是 深層型的人工智慧 我訓練出一個模型之後 利用這個模型來產生新的內容 所以可以產生文字啊 可以產生影像啊 聲音啊 這個在各大行業裡面 有非常多的應用 它其實對我們整個 全球的產業是一個 蠻革命性的發展 它裡面還是有一些問題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因為聊天機器人會 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這個問題要解決 但是沒有解決之前呢 它還是有一些應用 但是你要去推新的應用 你第一件事要先添購硬體吧 那這些硬體要添購 相關台灣的供應員就會受惠 所以剛剛一直說 這一波股票在跌 其實我都一直覺得沒有跌很多 原因就在於很多AI股 其實根本沒有跌很多 那明後年他們的業績 其實是會成長 所以我想狀況大概是這種狀況 OK 重點還是在AI相關的個股 那些有哪些可以操作的呢 宇老師 好 我想AI的這個 這一個主選來講 剛剛兩位都有 就從基本面前探討 那我想所有的股價來講 它一定有上漲跟下跌的情況之下 不管這個產業有多好的時候 它漲高之後 一定有一批想獲利了解 那我從技術面來跟各位講 以AI股票來講 我就以三張股票為例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第一檔是廣達 這個大概就是龍頭指標股 大家都看得懂的 那股價漲高之後 一定有回檔的一個情況之下 也就任何人 這是一個心態 我漲高的時候我一定想賣 那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如果你這個產業 你已經做到這個產業了 不管你從哪一個 基本面的角度去切入 如果產業面不錯 那你的切入點 我剛剛強調的切入點很重要 你切入點你可以守住 以一個指標告訴各位 你可以用20MA 就是以大家俗稱的月線來看 如果這張股票能夠順利 站上月線的時候 你就基本上產業面又不錯的話 你就真的是長期抱著 但抱著在高漲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得要做一點調解 股票不是一路爆 因為所有的股票 它不會一路漲到外太空去 那一定在某個高漲的時候 就一定會回檔下來 這是一定的 好 我用20MA來看 那你在高漲的時候 你調解完之後 以現在來講 我們就很明顯看到廣灘 又重新站回什麼 20MA了 換句話說 你一檔好的股票 產業不錯 你可以來回操作 除了廣灘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檔 這一檔 見點 觀念方式都是一樣 觀念方式都是一樣 當站上20MA 產業面不錯的時候 因為在前面的時候 可能你沒有發現這個產業 它也跟上主流的情況之下來講 你很簡單 從技術面著手 技術面你可以看到20MA 一站上的時候 這一波就到底 但逢高的時候 跌破你可以幹嘛 你可以先出 先獲利了解 但是回檔之後 又重新站上20MA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股票 來看起來的話 也蠻符合剛剛兩位專家 所說的 所謂的基本面來看 最後一檔 這一檔也是大家耳熟能想的 大家都不曉得 這種股票可以漲到這麼高 漲到這麼高 逢高之後 從技術面角度來講 你一樣可以獲利了解出場 但是各位 好的基本面 產業面好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的手中的基本的投資組合 還是會有這種股票 看到沒 這個情況是從技術面對角度來講 它又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所以找這條線20MA就好了 對 守住一條線 簡單的操作 這樣就很好了 OK 好 這個是在目前短線上可以做 20MA站上去可以買 對 然後跌破的時候 我們就再做一個調解 中文字幕辦事 在梶子 20MA 20MA 20ま 20MA 21MA 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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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